嘿 今天的题目是富有 你知道吗 很多人忘了他们拥有的一切 最珍贵的是什么 什么东西是没有人有 可是没有 想一想 好了 我就开个你吧 每个人一出世你就有一条命 你没有两条命 你有三条命 你死过回来都是一条命 所以那个过程是特别的 特别的不一样 很多人不可以在挑战中发出他自己的美 也有很多人在挑战中跳出来 变得特别好 那么他们又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是我一路来再找的答案 过了这个NLP coaching 过后一个教练的过程 我也清除了很多东西 第一 很多东西是你自己而来的 你要人爱 因为你缺法来 你要人赞 因为你对自己没有信心 你要人懂 因为你以前没有人要用 还是没有人要采用 还有人的 可是那些人 就是不是你的朋友 还有等等很多东西 有些孩子在这个环境下 就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要帮助他们第一步 要讨好他父母的爱 还是要讨好自己的自信 而且自己的生活 因为我们的社会上 我们是做个父母 我也是个父母 我也是个母亲 我们是希望我们拥有没有的东西 我们就全部给还我们的儿子 我们觉得我们分得最好了 有很多孩子都好 你觉得你分得最好 可是你忘了 你也是人 我女儿讲一句话 特别的感动 因为她会想到这样 她现在是22岁 年尾才23岁 她讲 妈妈 是你朋友有这个问题 你要和她分享一下 你有一个女儿 你就没有觉得这个必要 可是那些有多过一个孩子的话 你就和她分享一下 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 虽然你是做过父母 可是你做父母 那个对孩子 头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是全部不一样的 你从来没必要啦 你换他们的衣服啊穿那些全部不一样 可是你的交流上和孩子交流上的那个 那个情况是一切都是新开始 这个我也是认同 因为我的家庭是这样的 不是他们想的 不是父母想的 对你不公平 只是他们觉得他们做的 是应该 是为你了 所以你有时间的话 就去想想你自己的过程 你长大的过程 而且你现在培养你的孩子是用什么方式 你的教育 对孩子的教育 会让他们有好的效果 因为方式换了 三四十年前 每个人都是这样 父母讲什么就听 老师讲什么就听 然后三十年前还是两二十年前就 父母讲什么 孩子都要哽 你听不听都要哽 现在父母讲什么 孩子不必 不一定会听 可是他们会哽 所以他们有可能 会有一个不甘愿的情况 就是好像笑眠虎 你讲 这样就会这样 他们不自己做 你们有听过吗 有一些孩子读了书 因为他父母要他做什么什么什么 他就读完了 他就整个证证给回他父母 我应该做你要我做的东西 我现在给你那个证证 我就去做我要做的东西 我不是听回来 我是真正有经历 朋友是这样的 这样你又浪费了那个孩子一生 而且你要达到你要达到的东西 那你又问我 这样又怎么样 这样又不可以 这样又不可以 最好是去找出你自己需要什么 你自己需要什么 你就会明白你的孩子 他们的需要是怎么样去配合 因为爱是从里面发出去 不是在外面收回来的 外面收回来的你就是好像给人家 你的命就是在一个 remote control 交那个 remote control给人家 他要你开心就开心 他要你伤心就伤心 这样你一生能就是这样 Sayyona 所以你就要 为自己而想 那个不是知识 那个是因为你用你自己最好的那一套 来配合整个环境的需要 那个效果真的不一样 你不知道吗 自己去想什么 需要多一点资料 你就联络我 联络我 我的华文是家里学出来 朋友教的 而且是边唱卡拉OK唱回来的 所以 请多多言量 是我的华文不够流利 感恩有你 拜拜